欢迎回到老师的频道 我是你的老师君敏老师 今天这个社会课呢 是星期五 6月11号 好 首先呢 一样 跟各位宣导一下 这个端午节 端午节 我们宅在家 避免跨区的移动 那在家可以干嘛呢 就像待会稍晚一点点 会有一个 易美课公告 这个易美课的内容 会跟你说到 我们可以在家立蛋啊 我们可以做相关端午节的一些艺术作品 我们在家可以去做 立蛋的时候要小心哦 不要把蛋给弄破了 慢慢的仔细的 好 这个 细节 一样的我就不说 这个上一节国语课的时候有说到 好 接下来 那个 如果听到狗叫声音的话 不好意思 可能我家狗看到有人路过了 他就叫了一下 好 再来 我们这个社会课 社会课 好 这里呢 请你翻开到 这个84页 84页 翻开到84页之后呢 请你做一件事情 这部影片呢 你应该是从classroom那边点过来的 老师有一部影片想请你看 我也是另外先上传到那边 好 那 这个 请你点选一下 请你点选一下 在这个课程里面 好 像这样的课程里面 这个 这个 社会课 等一下 好 像这样 社会课 把它点开 好 这个 里面有一部这个 打造新家园 到时候我的这部影片会上在旁边 因为还没还没录完嘛 所以还不会上 那你看到说这边会一部影片 这部会一部影片 那这个打造新家园 现在请你先看 好先看 看完之后你再回到我们这边来 好 相信你一定把打造新家园看完了 这个打造新家园的内容呢 老师这边不播放声音 我们来 打造新家园 我们来看一下 你刚才有看到 我们这个 现代科技啊 大家很便利 所以会出现像这个手机平板电脑啊 或是 像 这个现在看到这个监视器 其实 都可以为我们的生活带来记录 或者是查询的一些便利性 好 这个固定一下 好 这些呢 科技性的东西 对于我们现代人的生活 很有帮助 我们马上来做好事 就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品质上升 或是让我们的像这个资源啊 能源 可以永续 希望可以永续 尤其是网路这个东西 网路不只可以让你上网 这个 近年来呢 各个国家在发展5G网路 为什么要发展5G网路呢 因为希望网路速度更快 然后希望这个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例如说 像 你有时候觉得现在网路会lag 会delay一下 会像顿顿的 那 他就没有办法远端操控一些事情 比如说像开车好了 如果你远端操控 那个网路很烂 那你很可怕哦 你远远地看着那个画面 然后想说 踩油门 你明明按了啊 你以为你没按到 因为画面没有动 结果你又再补一次油门 那个车 可能就噢噢噢冲出去了 可能又乱撞了 那或者是一个件更可怕的 就是 像那个 如果医生啊 要远端的 远端手术 应该就要这样轻轻的划一刀 远端操控机械手臂 会拿着手术刀帮病人开刀 你明明就按一下 他就要划一下 可是如果网路延迟 你按到两下 他就过去 那个病人可能原本不会死掉 被杀掉了 所以网路的便利 其实可以让你带来 也许你无法想象的世界 好 就像现在 好在有网路 不然我们这个疫情下去 大家都在家 就只能发霉而已 就没事可以做 所以科技产品 可以帮助我们的生活品质上升 也可以协助我们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这部影片 请你要记得去看 刚才就该看 如果你忘了看 你可以再切回去看 你可以切到那一边去看 那我们来看课文内容 84页 如何的扩大交流与合作呢 首先我们来读一下课文内容 居民可以透过互相参观 访问等活动 与邻近地区的居民进行交流活动 相互观摩彼此的特色 并且相互学习 为地方发展提供更多创意与活力 请你把这个重点画一下 这里有讲到一个词叫观摩 观摩呢 观摩的意思就是互相观察跟学习 摩它有意思就是 你去试试看跟别人做一样的事情 去揣摩 尝试看看 揣摩就是一种 类似像 想象 想象你也能去做这件事 看你观察什么 好 可是有趣的就来了 老师跟你讲 这些东西最近都不能做 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尽量不要接触 你能做到的 顶多就是视讯 就是视讯 一样可以视讯拜访 因为你看像前几天新闻 那个电视台 电视台也有人确诊 那电视台确诊 其实就会影响到 这个电视频道 对我们生活多多少少也会有影响 因为他们要制作出 让我们收看的节目 不管是新闻 或是一些娱乐的内容 所以其实影响有一定的程度 好 这个 相互观摩彼此的特色 我们来往下看 看这个图片 第一个 发生问题时 居民可以向村里长 请求协助改善 像这两个黑黑的 你有在看柯南 那黑黑的光头就是什么 坏人 或是可疑的人物 好 如果看到这些呢 当然有除了里长 是你可以去寻求的 其实就像一个班级 你有事情的时候 其实你也先问班长 那我们在村里发生事情 我们问里长 或者是当地如果有警察 那我们可以跟警察 或者是像还有一种 叫做巡守队 守望相助的 那可能像冬天的晚上 就还蛮容易 会看到这些巡守队 在路上 可能大概八九点 九点十点 在路上走来走去 避免有一些可疑人物 想出来做坏事 有时候那个做坏事 是一种 一个感觉 他看到有人在巡 他就不敢 至少可以防掉这些 有这样动机的人 他可能不是常态性的 他不是那种职业坏人 职业小偷 他可能是突然缺钱 想偷东西 那或许就可以阻止 这样的不好事发生 好我们来看第二个 参访其他地区 治安改善的方法 可作为居住地方 解决的选择 这也是很好 就像 如果隔壁的村 隔壁的村里 他们的巡守队 可能都会用什么 特别的方式 模式或装备 你听起来还不错 其实就可以跟你的里长建议 这样可以让我们的社区 有一个学习的对象 做起事来也比较方便 因为最终目的是保护你的安全 还有像这个 加装监视器 监视器还有一个名称叫电眼 电子眼睛 叫电眼 成立社区寻守队 还有设置紧急求救灵 这个一般都会连到哪里 你看哦 连到分局 连到分局 就是警察单位那边 像现在可能 这个跟这个比较有效的 寻守队可能就没办法了 寻守队这个会有群聚的问题 好我们再来看右边这一页 居住地方的问题 有时候可能与临近地区相关 需要彼此共同合作 才能有效解决问题 例如呢 排水沟的清理 还有需要临近地区居民 一起清理与维护 才能避免水沟堵塞 而造成污染或淹水等问题 好这里有几个 重点画得起来 这里有几个字 你有学过像淹水的淹 老师就突然看到人家提醒你 他没有勾 没有勾 是没有勾的 还有刚才看到 这个堵塞 堵塞就是塞住了 好塞住了 那个有在 有在观察这个洗手槽 像我们教室前面那个洗手槽 能排水孔 有时候就很 有时候不小心塞住 是因为可能卡住什么样的物品 掉到下面去了 好那叫堵塞 好我们来看一下底下的这个部分 这一个剧情啊 就是水沟塞住了 这个头发飞起来的人他就说啦 水沟堵住了 你们幸福里怎么不处理呢 这又编人说水沟又不是只有我们的 那这就是一个很值得讨论的话题啊 你不可能什么事情都分得这么清楚嘛 就像你跟你隔壁邻居同学 你们这场为什么是 有点小阵子 一片卫生纸 一张卫生纸 一点橡皮擦血啊 笔心啊 对吧 很怀念吧 怀念这种看到这种无聊的东西会吵架的日子 这个 像这种时候该怎么办 老师怎么告诉你 既然你们都一起坐那边嘛 就互相一下啰 那你也会有机会掉垃圾啊 那如果看到同学你就剪一下 那如果真的剪的就会很烦 你跟他讲一下 同学你的垃圾掉地上了 你可能没注意到 那这一次我帮你剪 下一次 再提醒你的时候就要麻烦你啊 最好是不要掉比较好啦 那就互相嘛 大家好来好去就好啦 不要为了那个小垃圾 你下课十分钟 吵完要浪费 明明可以出去玩的 对吧 好 再来看一下 有时这个排水堵塞 排水沟堵塞的问题 必须联合其他地区居民共同清理与维护 才能保持通畅 要合作啦 合作 合作很重要 就像我们现在这个疫情的关系 像台北市新北市 他们的医疗现在是很紧张的 就是能量可能不太足够 那他就需要临近的县市提供他一些帮助 那大家都是身为同个国家人 所以我们当然经过评估过后 这个每个地方的县市长他们会去沟通 然后或者透过这个中央那个卫福部的关系 他们会去做协调 这样去互相帮助 就像这个水沟 要把它通嘛 疫情要解除 好我们想办法这个 尽量把所有的隐藏确诊找出来 然后提供医疗资源 或是进行这个隔离照顾 让这个病毒可以在台湾消失 尽可能在台湾消失 让我们可以回到原来的生活轨道 好你看他说要把水沟清干净真不简单啊 能运动又有干净的环境真不错 这两个人他在合作过的中发现 这件事情因为有了彼此 互相在这边一起做这件事情 所以可以好好的完成它 然后也可以解决事情 这另外一个人说到了 他觉得运动 还可以顺便运动 这其实也蛮不错 他有转一个想法嘛 不要把这个当成很脏啊 不舒服 其实你在家也是 你在家可以动一动啊 运一运动 然后说不定你在家里 呃 练习做些什么事情 发现你有特殊才能 说不定你是这方面的天才 好我们再来看 最后这个结论 与临近地区居民合作清理排水沟 让环境更加干净 来我们来看看哦 这有个问题 请问你啊小朋友 临近地区的居民如果不愿意 共同合作解决的时候 我们该怎么办呢 如果这时候该怎么办 给你一个提示 你跟你的同学 两个 不想解地板那一张卫生纸的时候 A觉得是B的 B说根本不是我的 我还觉得是你的咧 万一这种时候怎么办 你们就跟他说 你们每次都说沟通嘛 好那沟通不良 你们要找什么样的 资源 或是谁来协调 好有时候你们会找附近的同学 对吧 那还有一个人就是我 你是不是来找我 对吧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提供你一个参考答案 当然如果你有什么特别的想法 可以请你 请你在我们这一次的课程底下 不要在YouTube里面留言了 你可以在Classroom里面留言 你要在YouTube也可以 当然Classroom的话 大家可能都会一起看到 那我告诉你Classroom要怎么留言 这个 好示范一次给你看 我随便先点个课程 但是你社会课 社会课的想法就留在社会课 那你国语就留国语数学 留数学其他科目也一样 当然我们留言是要 经过思考再去留言 不然会产生一些小误会 不希望这样 如果这样的话可能留言区要关闭了 好 好 举个例子 就好像这个 假设你在国语课 就有刚好这个6月9号的国语课 你有什么特别的想法 你就点下去 好这个 查看 点进来 底下有一个课程 好这里有一个课程留言 你可以在这边 留下你的想法 对于老师提出的问题 如果你有不一样的思考答案 你就可以打完之后按这个送出 好那我就会看到 那我们回到课本这里也一样 好回到课本这里 我们看一下这个答案 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答案 欢迎你在这个classroom底下的留言区留言 好我们看一下 先搜集问题可能发生的原因 如果是需要邻近居民共同解决 可以透过公所 公所是正公所 像我们是正公所 有些是乡公所 或是名义代表 像我们关系正上有正名代表 好 这个召集会议 邀集 邀集就是邀请集合 相关人员共同与会讨论 共同与会讨论 就是一起讨论的意思 最后透过会议达成共识 分工合作解决问题 我们目的还是要解决问题 好因为有时候在那个 在上面这个故事中 如果 他们两个讲完这些之后 更不爽了 两个准备要炒更凶了 那边你你你一直你你你我我我我那一种的时候 根本就没有解决嘛 这时候你就要去找 看有没有人可以协助 当然可以从上面讲完之后 马上跳第二个图 是更好的啦 但如果没有 就可以透过我们刚才的一个这个建议 我可以找一些 你觉得他让你觉得很公正 像名义代表啊 他就可以 为什么让你觉得很公正 因为他是多数人选出来的嘛 经过选举选出来的人 你当然可以觉得他很 当然就会觉得他很公正 他可以帮你主持这些公道 好 这以上呢 这两页 就是我们要来讨论 怎么样交流与合作 合作 现在这个节骨眼呢 疫情的关系 还是可以合作 只是要透过科技的方式 网路 电话 这种 如果你在最近有想要做些什么 所以其实可以思考一下 我们还是可以合作 这个 虽然 虽然 可能会让你有点困扰 或者是有点麻烦 但都是为了我们的生命安全着想 所以 这个呢 后面 后面还有一小段 那我们的社会课就会结束 好 上次有提到 这个我们家园嘛 就讲到前一个 前一页 前一页 这个关心地方发展 我们讲到我们关系的这个整个乡镇 好 各位同学也可以趁 这个 端午节年假 思考一下 我们有什么样的 你可能对于你的家乡 你未来想要为你的家乡 你想做些什么 不一定是要很什么 20岁30岁40岁以后的事情 你也许你念国中的时候 你觉得你可以做些什么 不一样的 好 你可以想想看 好 最后提醒一下大家 我们这个下个星期一 下个星期一 是博友课程的 因为下个星期一是端午年假 所以五六日三天是休假日 是休假日 那课程会在星期二的时候开始出现 好 课程会在星期二的时候开始出现 那最近如果这几天没什么事做 你可以 嗯 多操作几次这个 classroom 那如果你前面有作业缺交的呢 麻烦各位同学 请补上 好 请你补上 请为自己的 学习还有成绩负责 好 学习还有成绩负责 呃 或许未来 偶尔就会发生一下这样的状况 呃 老师不可能每一次都 一直跟你重新交过 一直交一直交 那我们可能就只能原地 这样 都不会进步 这样对 对你来说 不是一件好事 好 最后如果有什么样的想法 跟 呃 跟这个课程相关的 欢迎你在下面的地方留言 最后你要今天 虽然没有手写作业 可是一定要请你做件事 请你在底下 测试一下留言区 请你留下 呃 你就留下 你的名字 然后 逗号 然后看你要 呃 这样好了 你就在后面留 示范一个 比如说 你在这边打 你的名字 王大名 呦 逗号 我们逗号 到好了 不要诱了 到 在这边 呃 送出一个讯息 签到一下 如果你想留言 你就不需要签到了 你就可以留个言 我就知道你是谁 好 就这样记得要这样 送出 送出 就张贴 我就会看到你的留言 好 那各位同学 今天就到这里咯 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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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